你们大家好 今天方姐要到乡下淘导几件老池器 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一个康熙年杰的香楼 青发池的 这是青发池 巴歇过海的 整体还是比较发更好 当庄 完整 这个是一个文房的文房植物 也是全能年杰的东西 全能年制上面有款的 是青发池 这里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不见了 这应该也是 上面还有一个东西 其余这些 整整体这些地方还是都是完整的 这个造型比较稀少 可惜这里掉了一个东西啊 那因为是年份久了的原因吧 这个是一个青发池的碗啊 石水有铁 下面有款的 这是发草碗 光草碗 这只碗还是很完整的 是它也比较薄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 民国时期的 一个山水水系 下面有款江西磁涅根丝的 这边也有款啊 这边也有款啊 民国的 民国时期的啊 民国巴尼的 也是民家的啊 这个磨细 使用痕迹也比较明显 其余也没有扣碰 声音很好 这些是一个青发池罐 应该是过去装那个盐的 做粗盐或者茶叶的啊 应该是做粗盐或者茶叶的 这也是手费青发池的 那这一件是民街的 一个民街的一件铺品啊 所以它的摇辫 摇巴比较多啊 没有那么精致精细 民街的东西稍微粗糙一点 小罐 青发池小罐啊 今天说了这五季瓷器啊 都还算可以 今天交解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关聚